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肤色不会改变 我们的血脉不会改变 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基因 我们拥有一样的爱 贝英美配方来分 根据华人基因特质专门研制 走出中国大陆 亲情奉献全球十五亿华人 贝英美 卡扎菲死后 西方瞄准叙利亚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命运 何去何从 这么一个温和的人 为什么不主动下台 自己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不愿意退路 巴沙尔阿萨德的陌路狂奔 北海天龙地产 环球人物周刊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许臻在采访完了之后 我相信你们有很多的反思 对不对 那要怎么样才能避免 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因为在我们报道出来之后 有很多的读者打来这线 我们原来以为是说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很多人可能一厢情 就是偏向于就是去救这个小岳 结果我们发现打来电话 至少有三成以上是说不救的 三成以上是说 就是不会去救小岳岳的 为什么 就是心中的担心 有之前的一些法律的判案 造成他觉得很恐惧 可能会被诬告 是这样反应的吗 因为独子来说 如果是看报纸的话 他很多会关注到之前的彭与案 对 彭与案对他们的影响 确实蛮深的 就是说独子 我当然说独子 就是说其他可能 如果是不看报 或者不了解资讯的话 他可能就心里面 没有这个成本的核算 这件事情实际上 跟彭与案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无论是你直接去施救 还是打电话 是不可能诬告你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路人 是不可能被诬告为 你把那个小孩 弄成满身是血挡在地上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两个案子的逻辑 根本就不同 就跟我的案子 是这样子 因为从我们人的本性来讲 它趋力避害 是我们人类行为的一个动机 对 那么趋力 道德 我们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我去帮助别人 我是个好人 这是道德 这是趋力 假如说有一天 我不去做这件事情 对我有害处了 比如说我会有罪恶感 我会违背我们现行的法律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会选择趋力还是避害 他肯定选择避害 对 那小月月绝对不会这个样子 那是在几秒钟 那是在几秒钟 瞬间是那样 完全他不需要到后来 那是像我们今天还是 根本就不需要讨论 也不需要成本考核 也不需要去想这个问题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能做 那我就必须要做什么样的行为 因此来说哪怕打个电话 哪怕说法律有惩罚的作用 但是也有政策的作用 也有保护我们道德的作用 还有我再要我再要发言 还有呢就是 我这个待遇救助的 这个违法行为 法律设定啊 是使他救助者 处于自己 没有危险的情况底下去救助 这是欠缺条件 这是欠缺条件 证明的 对不对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人 这个案子就 这个案子就可以说明 他有危险吗 有人一见到血就晕倒的 他现在看到那种情况下 他说我就 他就会晕倒 那你怎么判断 这案子的话 我们就没讨论的清楚了 这个东西太麻烦了 平民的权利啊 除了咱们日常所知的 这个生命权 财产权和受教育权 等基本人权以外 还有一个 免于恐惧权 对 对吧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项权利 我们不主张立法 我们不知 并不说他不应该受到谴责 应该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 要舆论 要舆论去进行监督 但是呢 见此不救肯定不道德 但并没有主动侵害到 其他人的权益 是不是 这个呢 应当属于个人自由 容忍对个人自由 都造成的小恶 但如果容忍公权利 切入到公民自由领域 则会造成大恶 所以我不主张立法 谢谢 时间的关系 我知道场下嘉宾受不了了 请说 我首先 我特别同意志安老师的说法 这个 这毫无疑问 大家都承认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拿法律的 最低底线来 宽道德的平均标准 现在大家很多 法律界的人士 就对面的几位老师都说 哎呀 我们的道德划破了 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办法 来修改道德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一个问题在于 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 他的这个 cuse这个问题的人 他到底在哪 仅仅是法庭上的法律吗 不仅仅教育 家庭 这些人的责任在哪 如果我们通过 只是法律来界定这个问题 对 他们的意思就是 对 那完全把所有 肥养见死不救的人 也抓起来 对 那把所有的公民 就等于像一种 非黑即白的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的 完整的正常的法律 能够把公民逼到 一个非黑即白的境地里 好 谢谢你 来 请说 各位老师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西装隔离的 慷慨激昂的 冷嘲热讽的 站在这里面对全球华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样讨论这个问题吗 我想问的是这样 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一个外国朋友 他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没有这件新闻 让我感到对你的国家和文化 感到这么失望 我觉得其实讨论的都有道理 但是你们忘记了一点 就是我们从个体的一种反思 这件事情 小女孩离开 就像一记响亮的耳朵 抽在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脸上 特别是那些握有权力 掌握社会资源的那些精英们 因为你们 调证着这社会的道德 掌握着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什么一再发生的这些事情里面 我们感到痛心无能为力 为什么我们都在咒骂的同时 又觉得自己 玄疾能忘取 为什么在看与背看之间 我们消化了很多 为什么 我们每次在 就是说 在所有的这种指责和消遣 和这种冷嘲热讽之后 没有一个人站住 说我反思一下 我自己在生活中应该怎么 我们法律的问题也好 道德的问题也好 其实都可以去指责别人的时候 很容易 但是都很轻松的放过了自己 而这场 这个社会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 不在于是不是一个 简单的法律问题和道德 是什么让我们中华民族 五千年礼仪之邦 礼仪廉耻 都堕落到这种地步 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因此我觉得核心 是这样一句话 特丽莎修女说的 你当去行善 把最美好的东西 贡献给世界 也即使别人说你 即使别人说你是有各种自私的目的 但是你也应该去这样做 因为道德的实践 建立在果敢的基础上 不需要计算利害得失 如果这个民族 还要在这些问题上 反复争论的时候 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很丢脸 首先我想说的是 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触 因为我的名字也叫 名字也是月 就是跟那个小月月 在这场车祸中 死去的那个小月月的月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真的感触很深 但是我同样不认为说 这件事情一定要说 靠法律去严惩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这场讨论中 我们已经有了进步 为什么这件事情出来 我们拿在这里 在这里讨论 包括在媒体上讨论 对我们一个道德 对我们自己人心的一个考问 这已经是社会在进步了 我不相信说 从这些讨论中 我们在这里讨论 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心里 没有触动 我们整个国家的道德 没有上升 我不相信 而我觉得 真的是 包括那十八个路人来说 你说经过这些事情 对他们没有影响吗 他们虽然说 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是他们在社会中 他们在遇到 比如说遇到一些 亲朋好友 在周围的人当中 他们还是要在这个社会 生存下去的 那当他们面对 他们以后的生活 会不会因为这些事 而受到影响呢 我相信他们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够了 谢谢 接下来补充 这个新闻发生 我觉得多多少少 也有点标题打 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完了 这中国人到底出什么事了 纽约时报都报了 但是汶川地震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很多司机 自己开着车 就到灾区里去送矿泉水 那么江苏那边 有一个小女孩 从楼上掉下来 不有一个女的就上去 就接触她了吗 我们生活中实际上 平时是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 但是媒体有的时候只选择关注 他们感兴趣的信息 然后冠一个标题 就是18个路人 无一相救 怎么得了啊 于是大家就认为 整个中国都完蛋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 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的 救人的事情 我在生活中 我也是看到很多起的 不是没有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现象 被人们解读为 这么这样的一个 这么高的高度呢 我认为这就是媒体 在我们今天中国社会 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就是说 他只关心那些极端事件 而那些不是特别极端的 或者是好事 他不是特别关心 所以他就是给人感觉 造成我们这社会 已经马上就完蛋了 是不是真是这样了 有没有统计数据呢 就像刚才一开始 对方嘉宾说 现在这个救人的越来越少 我想问 你这个数据是哪来的 你经过哪一个统计部门 抽样调查 我回答出来 现在救人的就比过去少了 这是因为需要统计结果的 如果有一个我自己 亲身的个案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广州 那个地方有个叫险村 那边有个海涛酒店 那天我喝了茶下来 然后听到后面 有一个女的在抢 抢包了 抢东西了 广东话 抢爷 然后那个小偷就在我旁边 另一个女士方就跑过去 我就去追 追那个小偷还有刀 然后给我划了一刀 然后最让我痛心的是什么 第一 那个小偷我跟他扭打在一起 被我逮住了 但是因为可能出手中了一点点 然后他一个肋骨断掉了 一个肋骨断掉了 我其实我只是因为他有刀 所以我那时候出手中一点 但是那个气氛的是 那个女的跑过来 拿了一个包球棚 施主没有了 警察我报警 过来他告诉我什么 大家都 然后警察 后来我跟他说 路人有一个人 给我证明了 给我证明了 我自己花了四百多块钱 去医院缝了针 你说让我再下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我还去干吗 你就打电话报警就行了 打电话报警 中国人人一人之间的信任感 出了问题 但是你也出了问题 真的出了问题 好回到这里 稍等一下 离远离远三十秒 离远三十秒补充 请说 这个问题很清楚 因为这一次 你去强大的关注 是因为我们的手相机记录下了 我们的就有不久的比例是十八比一 十八比一 足可以让每个人心肝都能 那是一个不完全归纳 好 谢谢 谢谢 我一直都不肯把这个焦点 对准他父母失职的这个 这个角度 但是他父母确实失职 这个世界里头呢 是小月月的父母确实是没有责任 他是一种意外的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父母是有可能有责任的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之中啊 我的孩子 要马 要打要杀 但是我的事情你管不着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精彩 北京大学博士生深入基层两年 努力搜集大量官场弄虚作假的证据及潜规则 并加以分析和总结 以纯学术研究的角度 写出新官场现行记 何亮亮为你解读事件来龙去脉 前苏贡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一生极具争议性 他对斯大林的秋后算账 更是最富争议性的插曲之一 五粮春时事亮亮点 星期一晚上7点20分 凤凰卫视中安排 We can achieve 360 degrees of corner design We can offer safety and strength to your talent 节能再生绿色未来 未来之窗与复合版 不是每一件艺术品都放在博物馆 每一件 世界仅一件 每名家具 海纳百川 京香顶饭 新药酒 豆花香集团 荣誉出品